刚刚过去的周末,香港楼市彻底爆了 横基造业地产旗下的长沙湾项目138套房源 引来4400票的认购,当天下午全部售请 不只是横基的楼盘 这个周末,香港新盘项目都卖出了不少 新凯迪安成交了77套 同在长沙湾的小百丰卖出了39套 据统计,周末两天,香港新房成交了446宗 是去年8月以来最旺的周末 二手房方面也出现了回升 十大屋苑成交量25宗,是近一年来的高位 新成交的二手房,有的价格涨了 新挂牌的业主们,价格也比市场价提高了3%到5% 根据香港大公文汇网的报道 香港全面撤拉后的4天,一手住宅市场录得210宗成交 3月2号成交已连续第三日超过50宗 达到73宗,按周上升7倍 据说,内地富豪有人拿着1亿元扫获香港 一口气买12套800万的新房 大家好,欢迎来到Tom的财经视角 这里有宏观经济,房地产金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感谢你的支持 直接原因,房价全部打折卖 上周,香港全面撤销楼市那招 所有住宅物业交易无需再缴付额外印花税 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 时隔14年,香港终于不再限制购房 不再限制炒房 资金买了香港楼市可以立马卖出去 而不用收取高额税费 这相当于香港所有楼市直接打九折,甚至更多 对比一下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 香港的房价开始变得 具有吸引力 这跟内地不一样 内地有些人老想着涨价去库存 还觉得老百姓买涨不买跌 当然,核心是大陆的富人走出去和资金出海是刚性需求 过去香港是外资进入内地的跳板 现在香港是内资流向海外的跳板 我们知道近些年内地资金出海需求很大 未来内地资金出海仍然是大趋势 过去十多年 香港一直是内地资金出海重要的桥头堡 差不多一半的资金都经过香港 很多人也都有一个观念是 资金一旦到了香港就自由了 香港楼市爆火 跟香港保险爆火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内地资金出海 楼市是资产,保险也是资产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它们都是资金出海的一个载体 去香港买楼 跟在墨西哥建厂房 本质也一样,资金出海 资金流动引起的价格变化有两个特征 其一,确实能影响资产价格 2022年,东概股从美国退市 软为香港上市的时候 港币就一直很强 在强方区间徘徊 逼得港府不得不卖出港币回收美元 但是这次的香港楼市有所不同 它有一个抛压 那就离港的外国人抛售房子 上海、苏州、北京等楼市低迷 以及这轮抛售潮 导火索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抛售 只不过香港能够吸引内地人去接盘 其他城市不能 所以未来香港楼市能否齐稳 还得看港府吸引内地人才的力度和诚意 其二,资金流动有结束时间 中概股退市潮 持续时间差不多就一年半的时间 这次内地资金出海的趋势将持续多久呢? 目前看,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多 更大的问题是 资金出海并不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分散风险 资金安全等等 什么时候企业家敢欧英内地 有信心了才能停止 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历史问题 总之,作为内资出海的跳板 香港的楼市其实有很大的潜在支撑 注意一点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跳板 就是因为其法律、制度、文化跟大陆有一些差异 跟大陆差异越小 香港跳板的功能就越弱 如果没有差异 那么香港也将失去跳板的价值 香港楼市爆火的另一个原因 有大量内地人才涌入香港 据财经报道 香港三年流失了21万人 吸引人才政策出台后 又有大概10万内地人涌入香港 大家都知道香港物价那么贵 居住环境那么差 服务人员态度又不好等等各种不适 但是香港为何短时间可以吸引那么多人 因为香港身份还是很有优势的 比如持有香港护照 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免签 一张机票可以全球随时飞 有香港身份 即可以上港大、港中大等香港名校 又可以通过华侨联考 轻松上内地清北、985和211名校 还可以无缝对接欧美名校 香港作为内地人的跳板 能够吸引非常多内地富裕阶层的人 支撑香港楼市 说了这么多 现在到底还要不要买香港的房子呢? 说实话,我是偏悲观的 第一,香港的两大传统优势产业 金融和贸易都在走下坡路 现在香港的金融中心已经被新加坡超越 富人和钱都跑了 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就不保了 看看港股跌成什么样了 现在去香港上市的公司还有多少 还不如去美国上市 第二,香港的很多特权 后面都有取消的危险 现在的香港已经逐渐内地化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带头取消了香港的经贸权 不再享受豁免 后面欧美给予的特权随时可能取消 从今年1月29日开始 香港和内地司法互通 富人跑去香港也不安全了 资产一样给你追回来 所以你说现在还有真正的富人敢去香港买房吗 连香港自己人都跑了 内地的富豪也不是傻子 既然把钱搞出去了 去香港还不一定安全 还不如去新加坡、纽约、伦敦更安全 第三,香港的教育优势政策也有变动的风险 据我了解 现在内地的人通过优才、高才计划搞香港身份 超过八九成的人都是为了孩子教育做准备 但政策是在不断变的 现在香港考内地高校 有一两百分的优势 但去的人多了 竞争压力大了 录取名额又有限 你确定以后还能有这么低的分数优势吗 这其实就跟独宝一样 唯一的好处就是香港的猪瘦比比较高 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到四 当然,这所谓的好处也只是和国内的房地产相比 放在国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因为正常国家几乎都是这个猪瘦比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人民币去香港可操作的空间会大一点 比换成美元要方便多了 也方便大资金进出 除此之外 我是不理解在香港买房的意义何在 如果你想把人民币增值保值 完全可以去买美元债 未来美元降息几乎是一定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感谢你的支持